柯文哲的竞选团队了 现在呢他们把矛头都指向了会计师端木正式 错漏了报到要现在要追究责任 但是呢我们看到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 因为日前他也自曝说 他用儿子当人头开设的公司 小草咖啡厅 现在呢这整个事件呢 同样也引起了争议 好来对此呢民进党立委林楚音就说了 柯文哲呢犯了几个错 什么样的错呢 就是第一有政治现金法 还有商业会计法 他所设的还有刑法 那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以及公务员服务法跟贪污治罪条例 所以呢林楚音算一算 认为呢柯文哲夫妻这两人呢 是涉及的恐怕有六罪这么的多 但是呢柯文哲他有回应 他说就父母出钱帮小孩开个公司 他认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说被约谈也是很正常没有什么 如果中华民国政府呢效率都这么的高的话 也是很乐见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前立委波正亮认为说 现在呢民众党呢物证人证呢你都不完备 导致呢你在记者会也没能够发挥实质上的效果 政治现金恐怕呢现在整个案子会变成了双台风的效应 会加速检调单位对柯文哲在任内台北市长的三大案子来调查 包含哪三大呢金华城案台直光案还有北市客案 现在呢恐怕柯文哲要面对的是更多更多的案子 这些案子可能进度会更加的快 因为呢柯文哲除了政治现金不清楚之外呢 金华城的荣基奖励金 这个案子呢因为当时呢 时任副市长彭正生遭到被告 也在此的引起讨论 对此呢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 一切是尊重检调的一个调查 而且呢监察院已经有来厘清相关的事实跟真相 有来要资料了 他说一切就是把事实说清楚 还原真相误网误众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也说 会计师所面对是庞大的款项 不可能说在作业的时候呢 不禀报老板 柯文哲选择告端木正 显然问题不小 柯文哲这次恐怕是完蛋了 尤其柯文哲任内三大案件呢 现在恐怕也才是一个引爆点 那尤其呢金华城案 真相恐怕源源不只是表面而已 好我们再看到呢英文的副市长彭正生呢 到案说明之后 停讯了两个小时半 依照了贪污之徒利罪呢 命令他限制住居还有出海出境 对此呢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昨天说了 不排除彭正生在和柯文哲开会的时候 有偷偷的录音 因为呢他说彭正生这个人不简单 柯文哲呢有很多的秘密会议呢 是找彭正生私下来开的 所以他认为如果今天北检 没有拿到彭正生让柯文哲一枪毙命的东西 就不会那么轻松的摊开 离开北检 所以呢吴子佳他认为说 彭正生是有提供非常具体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另外呢立委林俊宪就认为说 在政坛十年呢 永远学不会从政的基本常识 恐怕呢这柯文哲不是叫素人 是叫巨婴了 另外还有就是淡大助理教授何锦荣认为 因为呢现在柯文哲跟黄珊珊 在这个事件之后 在党内的声势权力势必一定会下滑 那下一个会是谁呢 他认为蔡碧如应该要上场了 他说蔡碧如呢 是具有声量跟实力的明星人物 接下来民众党蔡碧如应该要上场了 不过现在呢自己要处理的就是柯文哲 因为他深陷了政治先进风暴 那台北地检署呢漏液研之后呢 会计师段木正还有木可的负责人李文娟 都涉嫌的卫造文书罪被交保后传 检调传出下一个约谈的对象 就是柯文哲 追查柯文哲政治现金假账问题 检调十四号大动作 缤纷气路搜索还漏夜 征讯涉案人士 会计师段木正被卫造文书罪 一百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付出北建时他戴着口罩 面对媒体疯狂追问他一言不发 木可负责人李文娟也涉及 未造文书一百五十万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木可会计何爱婷五十万交保 两人低调不回应 跑给媒体追 揭发假账风波的时乐 和尼奥负责人戴力林 五保请回 柯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同样五保请回 但面对假账争议缠身 他这么说 事案人士中有三人交保 外交好奇到底谁下令做假账 传出检调下一个目标 就是柯文哲 他难道真是被财务长李文宗拖累 事实真相还没搞清楚 不要随便就给人家按罪名 但民众党也被抓包 连速食便当收据申报 都能写错成九十六万 一查才发现 原来是去年一笔一百一十元的餐费 和今年九百六十元的餐费 被误登成九十六万零一百一十元 才会出现这离谱天价便当费 一笔一笔加起来超过十八万笔 记错了不觉得奇怪 但是数量太多就不行了 超过两千万那就太乌龙了 这回假账风波也意外让柯文哲 去年的竞选经费项目被公开 总统大选时民众党砸了一千四百万 做求证民调 而当时就被质疑是假扰恶民调 如今被发现竟然是花天价做民调 网友狂亏做假扰恶民调 选举骗诊 难怪怎么贵 假账风波持续延烧 黄珊珊更被点名 该持续不分出历轨 为什么送生意给闺蜜做 闺蜜还跑出来反咬爆料 假账风波背后就怕藏了更大的政治阴谋 和风暴 记者希望如旭光豪 SN小组台北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了政治现金的遗云 但是还有金华城等三大案 台北地检署继续以证人的身份 约谈六名都法委员 其中有一个就是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的女儿宋正麦 她是少数反对放宽容积率的委员之一 而民众党发言人文宣强调 尊重司法的调查 但是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而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他也透露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彭震生 取消参加二十号调查小组会议 其实是要被检调约谈 恐怕要准备转为污点证人了 我觉得还是就尊重司法调查 因为既然司法已经进入介入了 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他们好像有约谈相关人等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在金华城案里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让这件事情可以过关 没有只有不可能是只有一个人 单凭一个人就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关 这是经过非常多的专业小组会议 还有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过程 那这些审议过程其实也都有公开的会议 像他们被约谈的也有很多不是计划委员 还有包含的是相关的专业专家学者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归到那一点 不管是彭富也好 或是柯文哲前市长也好 或是在市政府认真工作的每一个员工都好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关 金华城的这个调查小组会议 我们本来表定18月20号 当时这个彭震生也答应要出席 我们的调查小组的会议 可是后来临时又说要改成8月26号 希望我们调查小组能配合 所以我们就配合他改了8月26号 没想到原来8月20号不能来 是因为他即将被约谈 那我想他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要被约谈了 所以呢相关的资料 还有他的说辞 我想他应该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他从被告转成污点证了呢 我想这关键的时刻 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那如果他真的转成污点证的话 那可能柯文哲会逃不了 这个被起诉的一个命运 柯文哲妻子陈佩琴呢 今天上午临时的请假 稍早呢他也在脸书po文说 那两次的门诊呢突然停诊 受到影响的病人导致呢 这个他对于这些病人至上最深的歉意 很抱歉老 让你们看病的权力受损了 好他说呢是因为本来他上班走路啊 或是搭公车搭捷运 几乎是不会迟到的 但是因为他说今天早上 他一个人呢被众多的记者 先生小姐们全面的包围 刚刚我们也看到那个画面 因为呢被挤在一个小小 没有通行空间的捷运通道 他说他只有42公斤 而且呢严重的骨松 所以不能久站是需要椅子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跟记者说 可不可以拿一张椅子给我 他说呢单靠一己之力 实在无法突围 所以要跟病人说一声抱歉 也对于当时捷运通道要进出民众 因为要绕道的人呢深感迁意 这是我们看到陈佩琴的5分钟之前 那么在脸书呢所发的内容 陈佩琴用儿子的人头开小草咖啡厅 而柯文哲表示 那是父母太疼爱小孩了 对此呢陈佩琴今天前往医院上班的途中 被媒体询问 陈佩琴呢收起大炮的性格 今天是习自如今 不管怎么问他都不回答 反而要求记者做一件事 帮我请假好不好 因为我去又没办法出去 我被他以为说我可以出去 今天你帮我那个电话 对了对 你就能不能够把他 就是看他如果说特别门诊 不要来的话就不要来 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 就请你就是转诊到别的地方 转诊到别的诊区这样 OK 好谢谢啊 请假了我要走了 能不能有一个位置让我走 不然就拿个椅子来给我坐 还是我们往上面比较 不用啦 我要走啦 那我又没有椅子可以坐 不然就在那边 我还有人身自由 你们方不方便一点点时间受访 然后让你们继续那个行程 我现在还没有请假 拜托 不要 谢谢 那我们就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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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 多多久 都坐多久 陈沛琪呢 在捷运站通道被记者团团围住 这脸上满满无奈的表情 频频要记者拿一张椅子给他坐 僵持的五分钟之后 才结束了这尴尬的场面 而这五天 陈沛琪他也没有在脸书发文 柯文哲呢今天受访的时候说 父亲每天见面都会讲话 是不是有安抚陈沛琪的心情呢 柯文哲说都是医院出身的 这种危机看多了 但是柯文哲呢 假账风波不断延烧 除了黄珊珊请辞党职 柯文哲发给党员的公开信之外 柯妈妈无奈又气愤的向媒体表示 柯文哲绝对不会贪污 要贪的话市长八年都不知道贪多少了 他也大声的挤呼 其他人为什么不先查 实在我真的没查 我不能去我们家的岛 我只能去他们岛就没去 不是只有医院都没去 他们岛我就没去 正义 最起立我就不能去 真的 不能去 他如果有 就卡一个电话来 看他爸爸 现在有卡 这几里卡有卡 就是你问说 爸爸有卡 卡平安 有卡小没有卡小没有 他以后有来信 他以后来信 他以后来信 随随都回来 很累 你怎么会听过 警察说要来搜索 亲戚的 不办 我就听不懂了 这几里都 我都去避养了 他怎么去避养 好啊 来啊 来让大家看得多人 不要让我们闹 我们柯文哲人来一探 所以本来就不知道要探某这个 你看白人 我不要说 像白人按照我们不知道 你只听电视你说 像按照 你怎么没去先去查 像按照 你怎么没去查 你去查 对啊 没去查 不知道你说什么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自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搭买